大家好,我是熊二 今天要来分享莴笋的三种吃法 鲜嫩脆爽,好吃不腻 第一种做法,莴笋炖猪肚 猪肚加面粉和料酒揉搓清洗 用水冲洗两遍,清洗干净 冷水下锅焯水 煮开后继续煮5分钟 捞出来放入高压锅中 加葱结,生姜,料酒 花椒,清水 上汽后压15分钟 这时候我们来准备莴笋 两根就够了 削皮后切条 装起来先放一旁备用 再准备一头大蒜 剥皮后不用切 再来一块生姜切片 红辣椒一个切条 锅里的猪肚压好后取出来 变凉后改刀切小块 然后起锅热油 油热下姜蒜爆香 再把猪肚调倒进来 大火爆炒 大火爆炒1分钟后加莴笋 翻炒均匀后倒入压猪肚的盐汤 再来2勺盐后盖上继续煮10分钟 莴笋煮熟后把辣椒倒进来 再加一勺鸡精 半勺胡椒粉 简单的调个味儿 翻炒几下后再来半碗淀粉水勾芡 继续煮1分钟后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的莴笋猪肚汤就做好了 猪肚抠糖 莴笋鲜嫩 第二种做法 莴笋炒虾仁 先来泡一把木耳 接着给莴笋削皮 斜着切断后再改道切菱形片 再来一根胡萝卜 同样的去皮后也切成片 木耳泡好后清洗干净 然后起锅烧水 加一勺盐 一勺油 水开后下莴笋 胡萝卜 木耳焯水 1分钟后捞出那里干水分备用 接着碗里打入3个鸡蛋 加一勺盐 一小勺淀粉 少许的清水搅散 起锅热油 倒入蛋液 用筷子划散 炒熟后先盛出来 继续起锅倒油 下葱姜蒜爆香 然后倒入虾仁翻炒 炒至变色后再倒入莴笋 木耳 胡萝卜 翻炒均匀后再倒入鸡蛋 接着来调味儿 盐 鸡精 生抽 蚝油 炒匀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是我们家必备的一道开胃素菜 好吃还下饭 第三种做法 莴笋会山药 山药一根去皮后切片 装到碗里后加清水泡着 避免氧化变黑 再来一勺白醋 口感会更清脆 莴笋一根去皮后切片 再准备一个红辣椒也切片 接着起锅烧水 水开加一勺油 然后把山药、莴笋、辣椒倒进来焯水 再来一把玉米和一把木耳 一起焯水一分钟 断身后捞出来再过一下凉水 颜色会更酷腻好看 起锅热油 下葱蒜爆香 把焯好水的莴笋、山药等食材都倒进来 大火翻炒一分钟后调味儿 盐、鸡精、糖 继续翻炒一分钟入味儿 最后加一勺淀粉水勾芡收汁 快速翻炒30秒就可以出锅了 莴笋会商药就做好啦 清淡爽口 简单好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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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